25号香港中通社报道称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选出2019年发生的19件好事 其中包括香港修理风波以及埃博拉病毒疫苗面试等 借此提醒大家这个世界并非都是丑恶的 这让大批香港网民感到愤怒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这样描述香港这场风波 因不满修订逃犯条例而引发香港市民示威 争取法治及民主且大部分是和平的 其他好事还包括美国吸毒过量丧生的人数减少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台湾通过同性婚姻专法等 大批香港网友出了一份怒 有人直言这次香港事件令我认清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棍的恶行 还有人说这些是美国老搞出来的事肯定上榜 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好事成功在香港挑拨离间 此前美国独立媒体人丹科恩拍摄制作的一段视频 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 全片用大量事实揭露了香港修理风波 与美国反华势力推动有直接关系 视频中提到美国媒体将黄之锋称作新生力量 说他是香港民主运动中的领袖 美国最大的流媒体平台网飞甚至专门制作了纪录片 把黄之锋描述为英雄 可媒体没有告诉你的是 保守派参议员卢比奥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见过他 黄之锋在国会作证时感谢美国国会 不但是为了感谢美国的资助 而且还感谢美国在幕后支持他们所谓的民主 这意味着黄之锋一直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 黄之锋甚至被拍到与美驻港领事密会 另一位乱港核心人物黎智英如同黄之锋一样 与华盛顿关系密切 今天夏季黎智英来美国时 见到了副总统王思 国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而这些信息没有在美国主流媒体中被放大报道过 当科恩在视频结尾总结道 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一项民主运动 这是一场由美国政府宣炼和资助的暴力分裂运动 其组织者利用香港年轻人的困境 让寡头们中饱私囊并破坏中国的稳定